好 接下来第14个单字 我们在前面就有看到了叫lis l-e-a-s-e 这个lis lis这个字有东西出去的意思 把东西给租出去了 把东西给租借了 叫做lis 租用租借叫lis 它就是等于rent 同一字rent 也是有租约的意思 lis 好 那这个字本身就是租用了 租借了 所以它本身就可以当字根 lis这个字是出租 所以呢 本身这个字 这个字l-e-a-s-e就是出租 租用了 那透过这个字根 我们再加上一个字尾 above 就是lis 什么叫lis 一个东西是可以租的 东西是可以租出去的 可以出租我们就叫lis 去掉字尾e 把字尾e呢 这个字lis的e去掉 然后配上above这个字尾 lis lis 可出租 那再来 如果把这个lis当做字根 前面加字首re re这个字是again 再一次的重新往返反复叫做back 它有again and back的意思 好 那release呢 什么意思是release 当你不断的来回的出租出 出租 不断的往返来回租出去 你不断的把东西能够一直租出去 表示你怎么样 你有没有释出 你有释放出来 对不对 你有release 有释出这个讯息 有释出这个物件 把这个物件释出 把东西给发泄出去 所以release这个字 其实release这个字 就是透过这个lis 去做延伸的 lis这个字就是有出租了 出租出去了 透过re不断的again and back again and back 来回往返的这样的方向 出租出去了 表示你有释出 有发泄 好 那lease呢 这个字很常使用在agreement 它会跟agreement做搭配 lis agreement就是出租的合同 这个agree agree就是两方的人 agree互相的做协议 对这个合约 是agreement是有达到一个协议的 我们就叫lis agreement 达到同意 好 那再来看看这里有一个很 很简单的sample 这里有一个house rental 这里有个房子的rental 出租的agreement 房子出租的合约叫agreement 但是合约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 各位可以看到有三方向 第一个是landlord information landlord就是房东对不对 土地的使用者 土地的拥有者叫landlord 土地的主人叫做房东 房东资讯会列在上面 房东的名字叫什么 叫park 然后房东他的地址在哪里 房东房东地址 当你如果有任何事情可以找到他 甚至房东的电话也要附上去 再来呢 除了房东的讯息还要有谁的讯息 当然要有租的人嘛 我们就是tenant 记不记得这个字 tenant tenant这个字的ten 我们前面才整理过 tenant是代表字跟 就是握在手里 ant呢是指人 那个呢 手里握着东西的人 手上还持着这个物件的人 手里还持着这个物件的人 就叫做租客 好所以租客的资讯也要让这个房东知道 租客的名字叫什么 租客的email 租客呢他的电话手机 这样子两方人才能够相互联系 最后呢 当然就是你们两个人要互相协议的东西 就这个啦叫rental information 你要租这个房子的相关讯息 房子里面的相关 rental租用的相关讯息有什么呢 房子的rental address 这个房子租用的房子 这个要租出去的房子地址在哪里 对不对 还有呢你什么时候开始租 the start date of the agreement 这个合约一签下去之后 合约的开始日期 是6月18号当天生效 start date 还有呢什么时候end date 什么时候这个合约就结束呢 在12月24号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们打的契约是从1959年 一直到1980年这段时间 还有再来呢 the date of first payment 要讲得很清楚 来第一次的付款 the first是第一次 payment叫付款 第一次的首付款 它的due 它的到期应给的日期叫due date 所以你要第一次要付款给我的第一个时间是在1980年的12月24号要付给我 再来pay period 来付钱的时期 什么时候付呢 那个付费啊 付费房东房租的这个period这个时期是怎样 他是说every 15th of the month 每个月的15号 有看到每个月的15号就要付哦 写的很清楚 再来rent amount per month 每个月的rent 每个月的房租费用7500块 还有security 有没有任何的那个安全的deposit 有没有任何的